产业动态业界新知都在展昭on air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展昭on air 那我们在晚上进行的是我们的 展昭宠物用品展特集 我们的展昭高雄宠物用品展 这个星期四月九号到十二号 在高雄巨蛋盛大登场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小动物限定的居家宝剑 我们邀请到现场的大家已经看到超可爱 我已经看到很多粉丝 我有粉丝那个抢头箱 三宝抢头箱 对但已经忍不住就是在打招呼了 对我们邀请到现场的是 我们的小动物 稻奇兔 那是一对夫妻 BB跟宝叔 哈喽BB宝叔 你看BB好热情哦 对 那还有当然还有BB妈跟宝叔嘛 好 哇 那个两只刚刚刚已经在旁边 那个晒恩爱晒很久了 真的很可爱耶 对而且我知道BB是很爱撒娇对不对 对很爱撒娇 对然后但宝叔是很爱吃是不是 对爱吃 对就是爱吃 然后大家听名字啊可能会以为我刚刚说的是夫妻党就是 大家听名字可能以为宝叔是那个老公BB是老婆没有反过来 对不对 是BB老公跟宝叔老婆 对对对对 受不了了而且姐弟恋来着对不对 对对姐弟恋 姐弟恋 而且我刚刚有偷偷问一下那个生日 因为呢那个我觉得宝叔一副就是 大姐 对真的 他就是个哦那个就是太后来着 对 然后BB整个就是撒娇真的很会撒娇耶 他刚刚这个窝在那个宝叔旁边那边呐 对对对对对 这是心好男人 我觉得对 它温柔温柔好男人 正在看直播的男性们倾向BB学习 对对对 他在吃了 他已经在吃了 就你看那个宝叔整个很镇定就是 对对自己吃起来了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BB在旁边放棍 你也太可爱了吧 你好好笑啊 好BB毛跟宝叔马 你们有逛过展昭的宠物展吗 有啊有 我们去年有参加过 7月有好来看 那展昭宠物展好玩吗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我有去那个 南港展展馆那时候 7月的最大厂 对 这个最大厂然后就是有 有 第一个当然就是先去爱兔区 对 我们这样冲那个剃毛 因为剃毛太多人了 对对对 然后他们还有一枕啊 那个我就觉得还不错 跟免费的剪指甲 对 没错那个 养兔兔的都说展昭宠物展的 爱兔区很棒 欢迎大家来 对 然后所以今天其实 BB妈跟宝叔妈来到现场 就是那个 BB有准备礼物要送给大家 对不对 对 今天要送大家什么 免费门票 对对对对 对 我看你已经在IG上有分享给大家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 对 我们的高雄宠物展 刚刚讲到4月9号到12号 然后BB今天呢 其实有特别准备了 免费门票送给大家 然后大家看到那个邀请代码是BB的喔 所以呢 就是BB邀请的VIP专属 对 所以我们小编现在已经把那个 锁票连结贴出来了 大家可以赶快要去锁票 那 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假论就是这个礼拜了 我们锁票直到4月8号 礼拜四晚上11点59分之前 所以想要得到免费门票的话 4月8号 对这个礼拜四 晚上11点59分之前 一定要记得去锁票 然后今天也预告一下 我们今天BB跟那个宝叔来到现场啊 所以呢我们厂商又有赞助奖品了 今天有抽奖 对所以那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 赶快把我们直播影片分享给朋友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BB跟宝叔 我们那个小编 小编很兴奋的说宝叔开始前就已经开吃 还爆他宝叔的料 真的真的 爆料真的 然后呢 哇我看到好多那个粉丝朋友 现在都在线上 大家如果正在看那个直播的啊 可以跟BB跟宝叔打招呼好不好 秀元说宝叔觉得要吃饱饱 嗯 嗯对对对 没错要吃饱饱 哈哈 诶那BB跟宝叔是哪里来的啊 你们是买的吗还是认养的 认养的 哦认养的 哦 BB在哪里认养的 我在FB的社团 哦对然后我有去做功课一些饲养前的功课以后 我才有去做认养的动作 嗯对 那我是在他断哪一个月之后才把他领养回家 哦对 一个月的时候 哦 那宝叔呢 他是在夜市就是认养到的 对然后那时候他们那个 夜市环境不是很好 对就很就很差 对然后那时候为了就是增加买气 那时候 还有就是帮他们 就是别的上可能就是 一些蝴蝶结绑在那个胸口这边 对对然后给小兔子 就让他们可以看起来更可爱这样 可是其实 看起来像个礼物这样 对对 可是其实对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好 而且尤其那时候宝叔他大概也在两两个月左右 就是一个一个手掌这么大 对然后后来就是 呃就是有带他回去之后也是 也是立刻做功课去做了见解 然后那时候就是 有发现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严重的 球虫的问题 对然后球虫对小兔子是非常致命的 一种 那个寄生虫 所以 那时候是会 会死掉的 会直接死掉 对对对 然后 后来那时候其实去看诊的时候医生就说如果再晚个两天 他其实 他就会 就会直接走掉 这样子 哇 所以其实也就是还好我当天就有 去 做一个见解的动作 所以其实 就是也 也就是如果有 有想要养小兔子的 就是 朋友就是一定要 带回家第一件事情不管是在宠物店或是在 任养或是在夜市或任何地方的小兔子一定要先去做健检的动作 这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在哪里任养也会有差 因为你在夜市所以其实你只能靠自己 对对就是你也只能靠自己去上网搜寻资料啊要怎么处理对 然后其实在社团的话可能好一点 他也对对 比较多人会帮忙 对对其实我们展到的宠物展现场刚讲到的爱兔区里面对我们其实就是跟爱兔协会合作 然后也会有兔兔的任养区 所以有想要养兔就是或者是你已经有兔兔了想要更多兔兔其实都可以来到我们宠物展现场那爱兔协会在那边也会给大家很多的咨询 对然后告诉大家哎养养了之后应该要怎么做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你那时候如果没有自己做功课的话可能他刚刚到回家就对啊 嗯 现在就看不到大吃大吃的样子 整个比比就没有老婆了 好可怜哦 哎那我知道其实兔兔啊因为我们大家一般都觉得兔兔好可爱哦可是很多人如果你没有养兔兔对兔兔有很多迷思哎对不对 像今天你看刚刚在吃没有在吃红萝卜呢 对没有没有主要不是吃红萝卜 不是哦对啊 大家都会说兔子就是吃红萝卜的 没有没有他主要还是以干木草为主 嗯对不是红萝卜 对还有什么迷思啊你们养兔兔的人就是知道 要跟大家说兔兔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会想说要帮兔子用水去洗澡 洗澡对 而且要洗干净洗香香啊 对那其实是非常不见因为那个水其实他 像兔子的耳朵很大那个水如果有跑到兔子的耳朵可能会发炎或者是 如果他那个你洗完他的毛 没有吹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会有潮湿会有戒险之类的皮肤上的疾病所以其实 其实就是基本上他们都会自己清洁自己 所以 所以就是像宝叔就我带回来到现在其实都没有让他碰过水也没有用水帮他洗澡 对 对那比比那边也是 对对 其实他们都自己清得很干净对对对他们都自己清理 然后也都就是完全不会有味道 都没有 我们完全就是对啊而且摸他都觉得好干净好舒服 对对对 而且其实我 从刚刚他们来到直播间一直到现在啊 哎呀那个我除了看到他们自己舔自己之外还互舔 超肉麻帮彼此洗澡这样 哎那平常啊就是 刚刚讲到说像他们其实不是吃红萝卜的 还是吃干木草的 对那 上厕所呢 他们就是会去固定的地方上厕所呢 比比是会 他会 对因为有从小有叫他 对对对 所以他自己会去上他自己的便盆 就比较不会是便盆 所以你还是准备便盆对不对 对便盆 对 他平常就可能底部会放一些尿布垫 然后就是放一些除臭的东西给他 做一些除臭喷雾那些 对 所以除臭你们也会蛮在意的是不是 对 因为排泄物毕竟还是有味道 还是有味道 对 所以除臭喷雾是 算是很必备的吗 我觉得算是 有有 我家有他们 他们家 对我们都有 也都有 对对 嗯 那其实那个 除臭喷雾啊就是 讲到这除臭喷雾 一定要给你们推荐一下 因为今年我们在展的 展到高雄宠物展 有一个厂商 保镜科技有限公司 那他们其实就有这个防菌除臭喷雾 然后呢是保利镜的防菌除臭喷雾 就是我们 这边 哎呦 这是大罐的是 250ml的 然后还有呢 这是喷雾小罐的 嗯 然后这个喷雾啊 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 因为其实 呃 很多的喷雾 就是 你们应该会 注意成分吧 会不会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 毕竟是 喷在 不管喷环境或什么的 他一定会碰到嘛 嗯 嗯 就他们会去 舔那个环境有时候 对 嗯 所以其实他整个生产的过程啊 他的成分什么 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 嗯 那这个 宝金科技有限公司的保利镜防菌除臭喷雾 他是医药等级的生产品质 我觉得医药等级生产品质很厉害 嗯 对啊 然后他是 可以自然分解使用更安心 那刚刚讲到医药等级的生产品质 因为他们工厂其实是有 制造业药商的许可执照 那他生产医药等级的产品就是提供给宠物环境使用的 然后他的那个 除臭的那个 效果啊 很好 他30秒内呢 就可以快速的分解宠物的排泄物的异味臭味 然后 其实轻轻一喷30秒内 完全分解哦 然后他不是遮盖臭味 因为我知道很多除臭喷雾 其实他只是把那个味道盖掉 对 很像喷香水的概念 嗯 那其实最可怕 对 很臭 就是那种 他们那种 香精的味道会很重 对 然后那个臭味只是被 稍微的盖掉 其实就是会混合在一起 我觉得有时候 反而那味道很奇怪 所以他不是遮盖臭味 它是分解异味 去消除就是异味的来源 所以宠物的尿汁啊 排泄物 口水味啊 体味啊 吐吐味啊 其实不过吐吐的体味 其实算不重的 就没有什么体味 对 只是他的 吐子的尿味比较重 尿味比较重 对 所以这种各种 臭味啊 污汁啊 然后地毯啊 地砖啊 等等都可以透过这瓶来清洁 然后轻松的跟臭味说拜拜 而且他不会残留 也不需要二次清洗 因为有些 是你喷完可能还要把它 洗掉 因为怕有些成分就是 对他不好 对宠物不好 那他就完全没有 超高效能 所以 其实在 四组界啦 有很好的口碑 然后呢 他还很厉害是 他经过 长安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 中国医药大学SGS实验室测试 他对于 2291冠状病毒 A流感病毒 C1型的肠病毒 抗药性金黄色 葡萄球菌 绿农感菌 大肠感菌 神状青霉菌等的 抗菌抑制率 大于99%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强的 对 代表说他不是只是除臭 害抗菌 这个因为其实有时候就很怕毛癌生 对有时候除臭之外 其实也是希望 就像我们现在 这两年啦 疫情的关系 大家就很注重那个 喷 比较会注意 对 环境抗菌啊 这些事情 而且他有通过 SGS生物相容性 实验室大白兔 皮肤刺激的 试验 所以他其实有 特别针对这个 测试过 是 很安全的 可以保护宠物 也守护家人的健康 这一瓶啊 你们猜多少钱 这样是不是有点难猜 好 他这一瓶哦 就是原本的售价是399 嗯 那在展场啊 当然是有优惠价的 我们的展场优惠价是290 很便宜 对呀 直接便宜了100块 500块 75折的概念 嗯 这是宝镜科技有限公司的 的 产品 然后呢 今天呢 当然因为 BB跟宝叔来到现场的关系 厂商很 阿萨里的要赞助抽奖 所以我们今天有奖品 那有5位幸运的朋友 有机会可以获得 这个保力镜的防菌除臭喷雾 那怎么样可以获得呢 很简单 第一个步骤 请先把我们的影片公开分享 公开分享 这个很重要 对让更多人来看BB跟宝叔 然后呢 呃第2个步骤就是 请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留言什么呢 请回答我的问题 那请问 保力镜防菌除臭喷雾 不是由哪一家厂商所赞助提供的呢 然后 组成就是最爱巨头 很爱告诉大家答案 答案就是 保镜科技有限公司 保镜科技有限公司 赶快赶快留言 就有机会抽奖 那我们呢 这个 留言要大家把握机会 今天可以 明天中午前 都还可以留言 但我们明天中午就要抽奖了 所以 听到赶快 留言下来 就有机会 获得 我们的保力镜 防菌除臭喷雾 我看到有粉丝在说 那个什么 只看到一只 有马回来了 现在两个人都会 在睡觉 在睡觉 比比跟保树已经把这里当家了 他们很自在耶 这样很好啊 对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怕神 是不是 还蛮常 带大家出去玩 对啊 所以他们私营还算还不错 而且他们两个因为很好嘛 所以 就两只都在 是不是也会增加他们的安全感 会 就会对环境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这样 对 好出去了 比比已经出境 那是比比对不对 这是宝树 比比已经出境了 好 现在其实 那个 我知道这两年 其实疫情的关系 人就是越来越注重保健了 但毛海也是 而且现在好多厂商都推出毛海的保健食品 所以比比麻跟保树麻 你有没有就是让他们吃什么保健食品吗 我有给他吃一些益生菌跟凤梨酵素 平常 凤梨酵素是肠胃是不是 对 主要是保护肠胃的入洞 益生菌也是 对 他偶尔会给他吃一些叶黄素 跟一些骨骼保健的 叶黄素也是眼睛 稍微先做预防一下这样 宝树有吗 宝树有啊 就是他有在吃一些 凤梨酵素 木瓜酵素 那种 对 然后就是 还有那个 就是 也是雇他的 肠胃 因为其实会雇肠胃就是 兔子他们其实 自己会舔 他们会舔自己 胃的干净 可是 他们其实没有像猫一样 可以把那个毛球拍出来的能力 所以那些毛很容易就是舔一舔就容易 就是吃进肚子肠胃里面 然后 然后如果没有就是 去好好的 把 就他们没有把 没有办法把他排除跟消化 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肠胃堵塞 哦 对 所以其实就是 都要吃一些可能 要嘛就是多吃草 让他们肠胃蠕动 就是快速 或者是吃化毛膏 不然的话就是要吃 像是凤梨或是木瓜酵素这种 固肠胃那种保健食品 所以其实 比比麻跟宝书麻都还蛮注重保健的 难怪他们两个看起来非常的健康 对 哈哈哈 那其实 也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我们展昭宠物用品展的这个厂商 这是 健盛新业有限公司 然后健盛新业有限公司 他们其实一直致力于宠物保健品的开发 所以他们其实 找了 带进了很多 世界各地 很好的保健食品 宠物保健食品的品牌 带进台湾给台湾的毛海 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华爱力 Chucka Force 然后这个华爱力 其实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因为 各种机能当然都要保健 那但是呢 最根本的 其实免疫力要强 对 免疫力要强 其实你的身体就会好 嗯 就是有助于所有器官了 嗯 那所以这个华爱力啊 他就提供给毛海最高性价比的 营养保健 那他是 调节免疫 独家的 天然抗氧化物质的配方 可以增加自然的抵抗力 然后增强他们防御的免疫力 加强抗病的战斗力 就是对抗病毒的战斗力 嗯 那提升他们生活的品质 因为身体好 生活品质才会好嘛 那他们 对于免疫系统的营养补充 让大家增强抵抗力之外 也保护他们的身体机能 来提升身体对外界的一个抵抗力 避免自由基的破坏 降低他们氧化的压力 那 我们的 这是宝叔 对对 对对 我认得 宝叔已经在咬箱子 宝叔其实真的不太像女生的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就是 稍微就是挪过来 因为他 真的吗 对对对 老师我们来 真的 他会拆了你的箱子 那个 嗨 来了来了 活动力很好代表很健康 对 但是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华爱丽 他其实还有一个特色是 尤其是离癌的毛孩 他可以补充营养 提供肿瘤的招护营养 所以其实 所有毛孩都可以吃 但是 尤其离癌的毛孩 其实会特别的有帮助 然后这个 像小动物也都可以吃 就是 像5公斤以下的 一天一颗就好了 所以他们其实就一天吃一颗 就可以增强他们的免疫力 那这个华爱丽 他里面有30颗 然后 售价是 1080 但在展场的特价是 864 也很优惠 对呀也差很多 那今天这个1080 一千上千元的这个 宠物保健食品 华爱丽 厂商也是很阿萨里的赞助了 我们也是要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 可以获得 建盛新业有限公司 他们所赞助提供的这个华爱丽 那 一样 公开分享我们今天的影片 然后呢 回答 主持人的问题 请问 刚刚介绍的这个 华爱丽 Chaga Force 是由哪一家厂商赞助提供的呢 我刚刚都介绍过了 但是没关系 我会再告诉大家一次 建盛新业有限公司 好赶快留言打下来 建盛新业有限公司 就有机会 一位幸运的朋友 可以抽中这个 价值1080的 华爱丽Chaga Force 就是提供毛孩 免疫力提高的保健食品 那 其实我们去年 12月的宠物展的时候 现场 有一款产品 也卖得很好 然后其实就是 刚刚BB毛讲到说 你也会给他补充一些骨骼 健康保健的食品 对不对 那就是下面这个 这是陆角先生的 宝鸡骨 那他是毛孩骨骼健康的好帮手 去年12月在宠物展 热卖 你知道我在介绍 真的 BB很有灵性 他都知道我们在干嘛 你今天是那个助理主持人 很好 对就是那一罐 这是由 统群国际有限公司 他们的 陆角先生 保骨鸡 那 现在看到这个 是70克装的 那这陆角先生的保骨鸡 他是纯天然的 陆角 精脆制成的 富含了丰富的 钙磷 还有多种微量元素 跟矿物质 那他淹磨精致 让宠物好添加食用 然后富含了宠物关节 保养保健的 胶质成分 因为胶质对毛孩也蛮重要 对不对 嗯 然后他 天然野味 有自然吸引宠物的香味 那又可以消除口臭 消除口臭也蛮重要 秃秃会有口臭吗 秃秃好像不太会 因为他们都吃草 都吃草 对 对 真的比较不会有 所以没有口臭的问题 哈哈哈 然后 他也是有通过SGS检验的 那这个陆角先生的保骨鸡 其实他 适用于 三个月以上的犬猫 禽类 都可以 使用 然后老宠物 食用保养 更佳 那每天就是配合主食用餐的时候 添加一两匙 这样 然后 当然 幼年成长期 老年保养期 或怀孕期间 适量的添加两到三匙就好 这是 保骨鸡天然精粹的 鹿角骨粉 这是有统群国际有限公司提供的 那今天呢 这一罐 售价原价是700块钱 那展场的优惠价是650元 那一样厂商也提供了 就是我们 抽奖的奖品 那抽奖的奖品有三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 那比较小罐是35克装 三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35克装 好 那这个一样 大家请怎么样参加抽奖呢 公开分享的影片 然后在下面留言 回答我的问题 那 那个问问题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统群国际有限公司 他们在我们展场的摊位编号是316 316 好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请问 陆角先生 在展昭高雄宠物展 你可以在哪一个摊位 摊位编号是多少 哪一个摊位可以 找得到他呢 对我刚刚有说了不对 对 你慢慢偷偷告诉大家一下 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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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一直的 一直的跟大家讲答案 对 哈哈哈 对 316 那 这个是统群国际有限公司的 陆角先生保古记 然后他们的摊位编号是316 然后呢 刚刚介绍这个华爱丽呀 是健身心业有限公司 那他们在展场的摊位 变号是122122 所以有兴趣呢 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场去找他 然后一开始那个除臭 防菌除臭喷雾啊 保丽镜 是保镜科技有限公司 他们在我们展场的摊位号码是409 409 所以呢来到 展昭高雄宠物甲如果 就是想要找 抗菌 防菌除臭喷雾到409 摊位 保镜科技有限公司 想要找保健食品呢 就到122的健身心业有限公司 或者是316的 统群国际有限公司 都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就是 跟大家推荐的产品 嗯 碧麻跟保树麻 就是我看你们的那个IG啊 你们都很常带他们出去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们都会带他们去哪里啊 或他们会去哪里约会 嗯 就是 双北的兔子友善餐厅那一种吧 就是宠物友善餐厅 对 哦 所以你们会带他们去宠物友善餐厅 就是 对我们也会去公园 公园 但是我们自己会带围片 围片 哦 因为有时候去公园会遇到一些就是 没有前细省的一些狗四族 所以我们自己会围片把它围起来比较安全 嗯嗯嗯嗯嗯嗯 其实不管是别的毛孩或者是说我觉得有时候人也蛮危险的对不对 对 小朋友 小朋友有时候很兴奋 就会跑过来想说要抓他们 对 反而会吓到他们 或者在公园有时候也会有骑脚踏车啊 对 什么什么的 哦 所以其实安全要蛮注意的 嗯 所以你们带他们出门的时候会特别的注意些什么 像你刚提到的会带围片 嗯 然后 如果没有围片的话一定要细省 哦细省 对 就是 就是比较 两个已经窝在一起那个晒恩爱了 对 看得到吗 看不到是不是 哎呀 就是 就是 围片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要穿 他们现在身上穿的其实就是 牵绳衣 对然后那种牵绳衣是 就是可以 就是在牵他们的时候会比较保护他们的身体 就是在拉 就是在拉扯在溜的时候会比较保护他们的就是皮肤身体 对所以就是 牵绳衣跟牵绳吧 然后 然后牵绳主要是 因为他整个 保折拉才不会是 对 泪脖子 泪脖子 啊 就像你刚刚说宝树刚带回家的时候 对 那个被勒着 对 对所以就是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就是要 好像跳蚤的那种 就是喷雾 有那种喷雾 对 哦 方跳蚤的喷雾 对 对因为出去其实就要很担心他们会不会带什么虫回家 对 对 就是要有喷雾 对然后大致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可能水或什么 对 对这样 对 都要带齐全 对 嗯 嗯 所以A年你们也会参加很多兔剧嘛对不对 兔兔的聚会什么的 对 那你们也会喜欢其他类型的小动物吗 我还蛮喜欢的 对啊 我也会喜欢 图子的是就是很喜欢小动物 对啊 对 嗯 但他们会跟其他小动物玩吗 例如说什么 天竹鼠之类的 嗯 会就是 他们那时候有一次 就是兔剧就刚好来了两只天竹鼠 哦 然后那时候就 他们就 就是天竹鼠就很喜欢钻到两只兔子的毛的中间 他就这样塞进去 对他们挤在一起 对他们挤在一起 很可爱 对 Cashio 对就是Cashio在一起 这样子 好舒服的感觉 很可爱 嗯 哦 所以其实就是 我觉得很多喜欢兔兔的朋友都是喜欢小动物 哦 然后呢 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讲到宠物用品讲 我们真的是小动物的同乐会 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在高雄就这个礼拜 高雄巨蛋4月9号到12号的讲到高雄宠物用品展 我们现场有很多展昭才有的小动物区 例如说刚刚有讲到爱兔区 我们每年都有嘛 每个宠物展都有 那里面有爱新的属兔领养啊 爱新义脉 然后有免费那个剪夹 嗯 然后还有 今天刚好有问到说趣味运动会 哦对对对 嗯这些活动在我们爱兔区里面都有 然后我们还有呼噜乐园 那在呼噜乐园里面可以跟超级可爱的小动物啊 兔兔叔叔 四位就是近距离的互动 所以想要跟小动物近距离接触互动的人呢 都很欢迎来到我们的展昌里面的呼噜乐园 然后我们还有爱鼠区 嗯就是小的仓鼠啊那些 嗯那有教育宣导 然后我们今天有办吃货大赛 还有叔 对 还有叔叔保龄球 活动对 很可爱 比去年多 今年我们很用心办活动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今年新增 全台独家的刺猬区 刺猬区 所以我们今年有刺猬区 大家可以来到刺猬区里面 里面有清洁的味教 然后有爱心义整啊义麦这些活动 所以不管你是喜欢兔兔 或者是鼠 或者是刺猬 等等的 其实都很欢迎来到我们展昌高雄宠物用品站 对 有那 不管是你是喜欢 或你有养 我觉得都超适合的 一定要来玩 对 带着你家的小动物一起来 但是 带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对 然后但 其实如果你忘了带什么东西 也没有关系啦 因为来到展场都可以买得到 都买得到 对对对对 你可以来到现场喔 这些区然后像爱兔协会 他们都不是都有志工站那边吗 你可以问他说 我带兔兔出门要缺什么 然后就跟你说你要带什么 要带什么 要带什么 都没有啊 没关系 旁边厂商嘛 对 而且重点是有优惠啊 在这一场 所以你们今年一定也会带那个 对 我们今年也会去 也会来齁 欢迎那个想要看 BB跟宝叔那个晒恩爱 我知道现在被挡住了 看不到对不对 诶 我是不是稍微移开一下 你有机会看得到 可以吗 要移另外一个 这个这个 我这样不会 哎呦 这没有 看得到吗 好吗 有机会吗 只有看到BB吗 你看到谁BB 前面那一只 是不是 前面是BB 对前面是BB 前面是BB 但后面宝叔看不到我 是因为我这个移的不够开吗 可以吗 可以吗 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过来点 好好好 没问题 你动 你动 好好好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 再帮我移一点 再帮你移一点 好好好 好好好 我们 我们现场直播间整个大移动 为了让大家看BB跟宝叔 没关系 看得到他们晒恩爱一切都是值得的 可以吗 是不是真的很可爱 他们两个 他们是因为你们很好 所以他就是硬把他们送作队吗 也没有 就是他们自己变好 对 对 他们自己挑的是不是 对 谁是自由恋爱的 不是只赴为婚的 没有没有 是自由恋爱的 然后因为 就是有看到他们在图剧 可能两个就 特别的 黏涕涕 对 特别轻轻 像他们现在就是 靠在一起 他们都会两个靠在一起 对 他们会主动找对方 然后靠在一起 然后觉得他们好像也 而且刚好他们的个性又 又蛮互补的 刚才一个大女人 小男人 对 个性很互补 对 就是温柔小男人 就是BB 然后还有 然后宝叔他个性比较 比较霸气 然后比较 就是爱吃大食 对 蛮撒娇哦 这是BB 对 你看BB就是真的 他又到处去撒娇 对 然后那个宝叔就是霸气的在那边 就是 小女人 老娘就是坐在这休息 对 吃饱后就休息了 真性情 爽朗的那种 爽朗的女 女汉子型的 对 女汉子型的 哦 但大家像这个小男人 这样真的 绝对 就是互补啊 互补啊 天作之河 对 而且两个都是任养的 就是 嗯 哦 就 真的是命中术 你看 那个BB就是 嗯 嗯 哈哈 哈哈哈 BB就在那边舔他这样 真的是那个小男人就在那边撒娇 有去找他 对啊 然后那个宝叔真的是 真的吗 舔舔了 然后这个是快舔我 对 哈哈哈哈 就是舔干净 对 哈哈哈哈 太可爱了 好 那那个 大家今天如果看BB跟宝叔看得不过瘾的话 怎么办 可以去IG看我们 可以去IG 看 对 所以我们小编赶快把那个BB跟宝叔的IG分享 连接分享给大家 欢迎大家可以追踪 对不对 对啊 嗯 我们会上面分享他们的 不管是兔剧或是日常 日常 都会po 对 嗯 有有 而且其实你在两个人的IG 两只兔的IG都可以会看到彼此 会会会 很常出现 很常出现在对方的IG 很常看到那个BB老公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 限时动态也会也看得到 哈哈哈 超可爱 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展昭高雄宠物用品展呢 就在这个礼拜了4月9号到12号在高雄巨蛋 欢迎大家一起来展昭宠物展 让我们今年现场有一个漫游世界的一个网美拍照墙 我们跟一个艺术家合作 然后呢他要打造了就是世界奇景的拍照墙 不过因为他们很小 所以我觉得他们拍照应该会很有趣 就是看到世界奇景 他们也可以一起拍吗 可以可以 对 我们就是 大家疫情嘛 没有办法出国 然后现在宠物也很本来就很难出国啦 对 就可以来到展昭宠物用品展 对 带他们去展昭宠物用品展里面出国 漫游世界一下 嗯 那 呃 今天BB有送大家免费门票哦 不要忘了 在4月8号 晚上11点59分之前 一定要去锁票 另外我们今天有抽奖 我们今天其实哦 总共会有抽出9位的幸运朋友 那 呃 抽奖的规则刚刚在直播当中都有提到 所以请大家记得赶快公开分享我们今天的影片 然后呢在下面留言回答 刚刚主持人问的问题 那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那我要提醒 因为展昭就在这个礼拜了 所以我们的抽奖就到明天中午截止 明天中午前赶快留言 我们明天中午就要抽奖了 就会公布名单 那最后呢 谢谢BB妈跟宝叔妈就是来 诶你们之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啊那个养兔兔 就是我们来那个 劝养 劝养意思是什么 就跟劝拜的概念一样就是 诶还没有兔兔的朋友 对 一定要养兔兔 对 一定要养兔兔 对 很安静 又乖 哦对 真的很安静 真的不会叫 而且他还蛮黏梯梯的 我觉得还蛮可爱 哦 黏梯梯就会很 很温馨 就很温馨 很疗愈耶 回到家看到我们就超疗愈 哦 对 对 然后不会吵这个 对真的 现在该把他打扮成小公主 对 对 真的 对 明明就是男的 明明就是男的 但他个性像小公主啦 对 对 然后就 而且就是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可能兔子的 互动性并没有猫狗那么多 有些人会这样觉得 可是其实兔子他 如果你跟他就是 就主人跟兔子变得清静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他很多 就是肢体语言 其实是 他就是 是真的是很像 真的是一个小孩子这样 他会有脾气 然后也会高兴的时候会跳舞 然后生气的时候会跺脚 会 会发出 猪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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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生气的时候 对 生气的时候 今天脾气很好 都没有生气 然后 对 然后就是 就会发现他其实 他们其实就是 就是也是有非常丰富的情绪表情 对 然后也是非常直接 就是我生气 我就 我就生气 对对对 然后 然后所以就是 然后就觉得 就是如果说 可能 比较适合一些住在 公寓那种 可能会 比较怕邻居会吵 就是怕吵的 邻居会担心太吵那种 就比较就蛮适合 就是推荐 兔兔的 然后当然就是 领养代替购买 对 对 可以来到展昭的宠物 在你的爱吐区里面 对领养 对真的很适合 因为其实现在 尤其是像在市区啊 大家住公寓 对 所以其实 比较活泼乱动 就是跳来跳去啊 或者是会叫的 毛海 比较不方便 对 真的比较不方便 对 其实兔兔再怎么跳 是不是也都没感觉 就没有 不会有 不太有声音 对啊 比人走路还小声 对 嗯 有时候我甚至回家 我会 我会直接 就我会忘记 保住在那边 然后就直接进房间 对 太安静了 因为很安静 就是很安静 而且 而且它是安静到 它是可以跟我一起睡觉 然后完全不会有声音 对 就会就是 就是很安静的 对 它就是 不会打扰你 但是它的存在 又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这样 对 幸福感 对 幸福感 真的 而且它真的很可爱 但是坦坦在宣导说 饲养就是 不要随便弃养 对 对 真的很多 都是因为一时性弃养 然后最后就 就随便软掉 嗯嗯嗯 就真的很可怜 很可怜 嗯 尤其是兔兔被弃养 真的很可怜 真的很多 对 对 很容易被欺负啊 就是它太小了 对 太弱小了 其实兔子 就是基本上宠物兔 它已经没有那种 野外的生存能力了 因为它们天生跟野兔 就是一定是不同种 嗯 野兔是可以在野外 可是宠物兔不行 所以 嗯 如果弃兔的 如果弃养的话 很多人都觉得说 丢到大自然里面就可以了 可是其实不是它 包含它有些有毒的植物啊 或是有不干净的饮水 都会造成它生病然后死亡 或是一些野狗啊野猫那种 嗯 对所以 所以就是 就是如果你放生它 等于就是让它就是 就等于是就是让它 让它去死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 就是因为它们其实寿命也差不多 也可以到十几岁 就是一次也是十几年 所以就是希望说 如果如果就是爱它 就是要爱它 就是一辈子这样子 嗯 嗯 嗯 真的 因为这也是很多人 对于兔兔的迷失耶 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 野生兔跟宠物兔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对 不要以为放生它是 让它回归大自然 对它好 真的不是 因为它们已经完全没有那个生存能力 对没有 对 嗯 我刚刚看到有粉丝说啊 好想听生气的猪叫声哦 对 哈哈哈哈 我虽然也蛮想听的 可是我觉得 好像又惹它生气 有点难 对啊 对啊 他们现在蛮 蛮开心的 对 蛮自在的 对啊 来到这里 来到展到 就是办宠物展的公司 怎么会生气呢 对 啊 啊 有机会在线洞上 听到它 对对 我经订的 有机会可以看到 哦 好好好 对对对 那个 我们今天直播呢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然后呢之后再一次提醒大家 我们的宠物展就在这个礼拜 4月9号到12号高雄巨蛋 那我们的锁票只剩两天咯 如果要免费锁票 今天BB马要送大家那个免费门票 赶快去锁票 到4月8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 完成锁票都可以免费入场 一定要提醒大家赶快去锁票 对 那而且既然我们因应疫情啊 所以其实还有10点登记 所以就算你有拿到那个免费参观卷 且请一定要事前锁票 要不然你到现场去 还要花蛮多时间 就去完成那个10连登记的程序 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防疫期间虽然台湾真的好安全哦 对啊我们现在都非常的安全 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守防疫新生活运动 所以呢我们参观展览全程都要 戴口罩 对要戴口罩要记得哦 那我们就展场见了 谢谢BB吗谢谢宝叔吗 谢谢 谢谢BB跟宝叔 宝叔在那边 宝叔 他跳起来了 他刚好跳吗 他开心就在跳起来 好开心哦 对 对 你们今天看到了他开心了 没有生气的猪就要生有开心的跳跃 对对对 有开心的跳跃很好 BB跟宝叔你们要不要跟大家说拜拜啊 好啊 好不好 我们要跟大家说晚安了 BB来 BB快 BB 来来来 来来 BB BB 嗨 BB 嗨 嗨 我是可以接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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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来 嗨 BB 嗨 好 我们要跳过来了 我说一起来 他刚刚有发生了一声猪叫 有 很小声 很小声 对 他刚刚有一声一声 好 我们 嗨BB BB 拍手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 哈哈哈哈 好 我们那个 BB又又去找寻那个 可爱的椅子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了 那我们就 4月9号高雄巨蛋见啰 大家晚安 拜拜